金龍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今天上午8點到下午4點舉行投票 謝國良比表定的9點更早抵達投票所 8點50不到就完成投票 看今天的天氣 就覺得心情非常的好 投票前有先禱告 這一類的投票是這個基隆 大概有史以來第一次 它的意義某種程度來說 也是相當不同 那我也鼓勵我們市民 要踴躍的投票 晚一點有空的話 家人要聚一下 那想要吃什麼當午餐嗎 沒有想那麼多耶 我等一下要先去教會 基隆前市長 現任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這回也高度關注霸良案 趕在上午完成投票 但林又昌一度 忘記帶身分證出門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忘記帶身分證 所以剛剛又趕回去拿身分證 大家都投票很有經驗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投票的時候 記得帶身分證還有印章出門 忘記帶身分證是不是有點緊張 不會啊 不會啊 霸良案要成立 有效同一票必須大於不同一票 同一票還要達原選舉區 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按投票人數 三十一萬七百九十七人計算 若是同一票沒有達七萬七千七百票 或是不同一票比較多 都算是否決罷免案 霸良領先人戴景安 還有總統賴清德的職子 基隆市議會的議長童子偉 也都在一大早就完全投票 我們這種市其實很可愛 大家感情都非常好 其實不需要用一些比較不理性的一些攻擊或言語 來傷害彼此的感情 四點鐘投票就結束 中選會預估六點半前就能完成開票 夏國良鎮定五點半會發表談話 提醒基隆市民投票直到下午四點 出門前記得帶好投票三保 選份證印章和投票通知單才能順利完成投票 記者朱丁榮 張正銘 草丁函 SY小組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